好,聽翻書 好,那麼我是講整本書《重訓傷害預防與修復全書》的第七章 別冰敷了,去走一走 這個標題其實就是它 這張就直接用過體法 就是告訴大家不要再用冰敷來處理傷口跟肌肉痠痛 就是它直接,結論就寫在前面 然後它前面的一小章節 它簡單的講了一下就是冰敷的整個論述跟這個理論的由來 然後在1940年代就是早期啊,就有外科醫生 在手術上用冰敷來降低感染率 然後減輕疼痛這樣 就是他們當時候是為了降低死亡在手術台上的機率這樣 然後因為冰還可以就是保留多一點的活組織這樣 但是最早是1940年代就有一些文獻寫到這個 然後到了1978年就是整個RICE運動傷害處理法開始出現 然後那個是一個內科醫生叫做蓋博麥爾金 然後RICE就是大家常聽到就是分別是休息、冰敷、壓迫跟抬高 然後目前就是,不是目前 致詞醫學界就一直在使用急性運動傷害的處理方式 就用這個方法一直在當閨女 就是像我早上就有遇到學生 然後就跟他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醫生他們手術完啊什麼 都是用這個方法很常見聽到這個說法這樣 然後那個是在1978年後來就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都在使用 就包含我自己 我以前摔斷腳的時候也是冰了好幾個月這樣 然後到了2013年 就是有一位叫做蓋瑞梅諾的人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 冰敷一種幻覺的療法 然後在第二版的時候 先前那個1978年的內科醫生就是蓋博麥爾金 他就在該書寫了一個前言 就是他覺得近年的研究顯示 冰敷其實是會延緩身體恢復的過程 然後進行溫和的動作 才能加速組織的恢復 但這個促進胸腹的免疫反應啊 在冰敷的時候剛好就會被抑制 好 我第一個 第一張 就是 關於冰敷的論述的眼鏡就到這邊 然後我們接下來進入下 下一個投影片 然後 下一個投影片就是談 前面有一小章 就在談 發炎跟腫脹 然後作者其實在一開始就 簡單的下一個小小的結論 就是發炎和腫脹其實並不糟糕 它是一個受傷後的症狀反應 然後像我們 他第一個階段就是他 談到就是發炎 是癒合過程的第一個階段 然後他認為就是 傷處癒合的三個階段 包含發炎期 修復期 跟重塑期 這樣 然後我們稱之白血球 一開始我們受傷的時候 白血球的炎症細胞會集中到 我們的受傷的地方 然後啟動癒合的機制 然後如果有開放性的傷口 適中性白血球就會 吊回細胞 然後 因創傷受損的組織 就會被巨視細胞移除這樣 然後他就會有點像那種 一種電子遊戲叫 吃痘人 他就是一顆球一直去吃 吃死亡的細胞這樣 然後它是一個過程 然後 在吃的過程中 身體會釋放一種叫做 類胰島素生長因子的 合成型荷爾蒙 然後才會有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的肌肉修復跟增生 然後發炎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發炎其實是 傷處癒合的必經過程 是受傷的最基本的生理反應 作者認為這個絕對不是壞事這樣 就是固然就是有一些發炎 像類風式性關節炎 或這些都是有慢性的系統性的發炎 不過他認為就是在肌肉發生那種 急性的發炎的時候 他認為那個發炎是對肌肉增生是有益的 然後如果缺乏發炎 就是我們去冰它 癒合過程就會被減緩 然後就連帶影響肌肉的生長 然後所以他認為就是冰夫就像 你高速公路發生車禍就像你受傷這樣 然後你冰夫就是你在那裡設一條路障 讓救護車不要過去這樣 就是你的一團亂它就會延緩很多這樣 然後我們進到下一個就是 那冰夫對腫脹的反應是什麼 下一個投影評就在談這個 然後腫脹現象其實代表發炎 它的反應即將要結束這樣 過度腫脹當然會造成疼動 然後造成我的關節活動範圍減小 然後也會讓我們復原時間拉長 不過就是腫脹其實代表的是 作者認為腫脹其實代表純粹發炎要結束了 本身並沒有好壞 因為它就是你發炎要結束了 然後你身上就會有一堆你的 剛剛說的你去造成的那些肺物的組織 如果要再生的它就會腫起來這樣 然後它就認為就是細胞血漿這個東西 就是以組織液的形態堆積就是腫脹這樣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除去這個肺物呢 它是談到就是肺物是由淋巴系統在排除的 然後就是我們身體的淋巴系統 其實它不是一種主動的在排除的方式 而是你去活動它 然後活動的過程就會像幫浦這樣擠壓 然後淋巴系統就會活動這樣 然後漸漸的那個肺物的組織就會被吸收這樣 它裡面就講到排除的過程其實是這樣 所以後面就會談到我們去動一個肌肉的時候 其實才是幫助肌肉的肺物排除的一個關鍵因素這樣 然後下一點就會談到就是 那淋巴系統會不會因為冰膚協助處理總上廢物呢 就是它說現在的研究看來就是 被動的淋巴系統是不會因為冰膚協助處理 然後雖然休息搭配冰膚可以暫緩不是 但它認為其實會把那些廢物就殘留在你的傷處這樣 妨礙你的正常癒合 然後我們接著就走到下一個通文片就是 這樣冰膚有沒有一些科學依據呢 所以作者就去找了幾篇文獻來講 然後第一個它就談到就是2011年的時候 有一份研究在討論冰膚的再生的過程 就是關於你的肌肉 然後它就在受傷的第三篇 有冰膚的跟沒有冰膚的 沒有冰膚的肌肉已經慢慢開始增生 但你有冰膚的人幾乎都還沒有什麼肌肉細胞開始增生這樣 然後第四天之後兩個組別都有出現再生細胞 但是那個冰膚的其實非常小非常小 然後最後那天研究就有談到就是 28天後到底會怎樣 就是沒有冰膚的足足比有冰膚的 多了大概65%的肌肉增生這樣 然後那天研究也談到就是 傷後啊你冰膚它 你所造成的疤痕也會比較多 就是你沒有冰膚的疤痕反而比較少 然後那篇研究的結論就是 雖然冰膚在運動醫學界廣泛使用 但鑒於這些觀察結果 不冰膚可能是比較好的做法 然後接著就是作者就用這個去延伸 就是RIC理論 它可能會減少你的記憶 它主要的作者的論點就是 因為你其中一個就是你冰膚它 你停止了活動 然後其實停止了活動的時候 人就會流失肌力 它舉出的研究是 我們每天可能都會流失0.5%的肌肉 如果你不動的話 然後一週就可能流失多達5% 然後所以你冰膚的過程 你又停止傷處你的肌肉 然後反而就是也會流失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接著它就談到 另外的研究在談手術後的冰膚 然後它就是引了一篇 2005年的統合性分析 然後它那篇文章是觀察 前十自刃帶的從前手術 然後結論是 冰膚的唯一好處是 紓解疼痛 但沒辦法改善活動度也沒辦法消走 所以以上就是大概它引的研究這樣 然後接下來文就往下走 那作者他認為有什麼方法可以來解決呢 然後就是回到這一篇的標題 去走一走就不動了 因為他他談到就是承受重量 可以加速肌肉和骨骼的癒合 就是我們肌肉去負重 可以加速我們的肌肉跟骨骼的癒合 然後所以他認為就是 傷後進行無痛的運動 好處非常多 肌肉收縮可以增加聚勢細胞的功能 然後允許關鍵的白血球移除受損的肌胞 進而發炎 改善發炎的狀態這樣 然後他也認為就是 運動促進肌肉的胸腹跟真身 其實也會同時活化 幹細胞這樣子 然後他談到就是傷後的運動 有沒有什麼前提 他覺得傷後的運動前提是不造成額外的傷害 才有可能促進癒合 所以就是比如說你腳踝突然扭到 你隔天你就不應該去做很重的被蹲舉這樣 然後你前四肢在開刀 你大概幾個禮拜後他也不建議你就是開始跑路這樣 因為那個都會造成你的傷害這樣 然後他還講了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你開刀完你不能動 有什麼方法 他提到就是等長收縮是一個很安全的方法 就是他自己的話就是他的患者 前十字刃帶重建修復 手術過後的一至四周 他都會讓他的患者做等長收縮 他認為就是這個等長收縮可以讓他的股四頭肌 恢復肌力然後降低疼痛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可以消腫 所以而且他有談到就是只需要一點點就好 就是肌肉收縮他認為就是只要一點點就可以 讓你的被動的淋巴系統來協助你消腫減輕疼痛這樣 然後也會增加肌肉蛋白合成 然後這時候他有談到一個簡單的運動 就是我剛剛說的懷拱 就是他有點像是站起來這樣子 他認為這個運動非常簡單 有些某些地方手術玩的人 還是可以做這樣的運動 所以他就是覺得其實不管怎樣 就是一點點就好去做一些輕鬆的運動 然後他提到懷拱是他扭到腳 如果他還可以懷拱其實 懷拱也會幫助他的恢復這樣 如果不會痛的話 好我們 懷拱 拱 拱 就是水銀那個拱 水銀那個拱 真的假的 對 因為他是 他是用英文翻的 他有點像那個燙 就是打氣那樣 那個不是說 然後他中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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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念拱 那不是念拱 這個是念棒 蹦 一個石一個水對不對 喔 我念錯了 觀眾朋友們 好 好那我們繼續 好 是胖子的意思 對對對 我是看英文 然後想說狗 為什麼是狗 然後 動作受限 我換到下一張 就是他談到就是 動作受限的話怎麼辦 這個 藉由神經肌肉電刺激 儀器促進癒合 他特別拉出來一個章節 不知道是不是有收了業配這樣 所以他其實 對 有點像電療的東西 放在那 他因為他 他後面的文章有指定哪幾個品牌 對 對 所以不曉得 對 然後他就是 但是他 這個是有用的是 他有提到幾個重要的點 就是 當然他 第一點就是他覺得自主運動 就是其實還是最有效的方法 但如果這個人 他沒辦法自主運動 所以他就認為說 神經肌肉電刺激儀器是不錯的選擇 透過被動的方式 你放上去讓肌肉收縮 就是一樣可以讓你的多餘的體液啊 废物 排除 然後 同時也擴張血管 帶養分和白血球 嗯 進入你的 然後 也讓你的癒合過程更完善這樣 然後他還有提到另外一點 就是他認為這個電 應該是電 等等 可能請 物理指導師問解釋一下 就是 他還有提到就是他可以避免肌肉流失 然後 總占的過程會造成疼重 然後 他認為那個疼痛 就是你 一般人就不敢去動你的肌肉 所以他 就會導致肌肉萎縮 主要原因還是你不動 因為你會痛啊 你就不動 所以他認為你 你如果不敢動 那天就電他 然後 他提到有一篇研究是 就是只要做一次的神經肌肉電視機 就能增加27%的肌肉蛋白合成這樣 對 但那個研究他沒有寫得很詳細 然後另外一個 一點就是他提到這個神經肌肉電視機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可以減少疼痛 然後 他可以透過調節感官刺激 來除去疼痛 因此就是受到嚴重傷害的人 或者是剛完成手勢的運動員 他覺得可以用這個貼 然後 安全的去除去疼痛 然後不依賴嗎 一樣這樣 好 那我們談到下一頁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手術 然後還有不動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講 運動後的冰膚 因為很常見就是大家看 運動選手 王健民投完球就冰著這樣 整包的手這樣 所以他就談下來就是 運動後的冰膚 然後 在激烈的運動後 冰膚會怎樣嗎 然後他提到就是 文獻發現就是 他會降低痠痛的程度 然後是 可能是唯一的東西是因為 他後面有談到其他的 就是 另外的研究是還有 就是你 冰膚完隊下一次訓練有沒有幫助 然後 然後研究的顯示是 五到十分鐘的冰玉 可能 可以改善下一次的運動表現 但也有另外的研究顯示就是 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然後甚至很少很少的研究是認為你 冰玉就是那種 靠在冰桶裡面是對身體有害的 然後他提到就是 因為冰玉不利於提升肌力 或達到肌肉生長的效果 身體的適應反應啊 會在運動後就是協助恢復 然後你就會增加肌力 就是你在練完之後 然後他認為就是 冰膚其實會干擾這個效果 然後如果 如果你是比賽當天啊 比如說你馬上 這個弄完 你可能下午還要比 你要馬上讓自己回復 他認為 或者隔天還要比 他認為冰膚的確有效 但如果你長期想要練 然後就 他認為你需要謹慎 因為他長期下來 你每次練 每次冰 都可能 有負面的影響 像我自己也有這樣的經驗就是 有一年我就是 在鄉下練 然後練完 我就去隔壁加樂福 拿人家免費的冰 一直冰一直冰 那年好像沒什麼進步 現在看來有可能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他就是 繼續談 然後他談了 那你不並不 你有什麼減緩你的 持發性的肌肉痠痛的其他方法 他認為就是他的建議 就是可以做幾分鐘的 軟組織放鬆 他認為只要用按摩滾筒或小球 放鬆幾分鐘 就可以大幅減少肌肉痠痛這樣 然後如果你還是沒有時間 做比較輕鬆的運動啊 他就是回到他剛剛推薦的那個產品 神經肌肉電子記憶器 讓你的肌肉去模擬那個 你的活動的方式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換到下一個 最後就是還有什麼要談的 關於冰夫的最後的注意事項 然後他提到就是 2013年就是美國運動防護協會 有提出一個立場聲明 就是他們對冰夫這件事情的立場 就是那時候有個研究是 怎樣的東西可以幫助回復 然後有一個A到C的評比 然後冰夫是C 就是最低的 他認為就是 有有說服力的臨床實證啊 幾乎是沒有 然後他裡面那一個聲明有談到 那什麼是拿到A的 他認為就是功能性的復健 他認為最好的治療方式啊 是透過復健的運動 讓你的受傷的部位 用活動的方式承受重量 然後要治好 他認為到頭來你要治好 訓練後的傷害和痠痛 背後的思維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好的東西 就是白血球 放進你的受傷的部位 然後把髒的東西 就是你腫脹的 處的回損組織和細胞 弄出來 然後他認為這個過程 其實冰夫派不上任何的 冰夫沒有任何的用處這樣 好 最後我來個問題討論 冰冰的 First time 對對對 我找了幾個問題 就是 因為他有提到運動後 然後我的想法是 那運動後有沒有分什麼運動 然後重量訓練的後的冰水衣 跟有氧運動後的冰水衣 有沒有差異 然後我這邊我有 我還記得就是以前那個 陳照醫師就是白天手術房的醫師 有討論到就是 好像有相關的研究師認為 冰夫其實不利於肌肥大 對有研究顯示 就是你如果是要練肌肥大的 你練完去冰夫其實 效果可能比較不好 但他說那時候我記得讀的研究是肌力沒有什麼差異 然後 還有提到 那如果 冰夫沒有像 那熱水 泡了熱水有沒有差異呢 好像研究上也是 也沒有明顯的差異這樣 還有包含冷熱交替也是 冷熱交替可能他認為是比較快速的 就是你真的明天又要比賽那種快速的使用 會有差異這樣 然後最後我自己想的就是 那為什麼冰三口沒效 那喝冰水有沒有效 或者喝冰水到底有沒有壞處這樣 然後因為我以前就是讀的一些研就是 冰水其實對你的 比如說你是有氧運動 應該說長距離耐力運動了 快速吸收水分是比較有效的 可以提升你的運動表現 因為比較冷的水是比較可能快速吸收 這個我這裡覺得很有趣 然後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討論的 OK 報告到這裡以上 可以開放討論 應該是有這樣 欸我從那個之前看到 《條碰力量》那本書 就是Mike Stone的 出的那本書 他也是 也是引進技點 而且都是 性效度很強 反正就是各種 其實會阻止任何身體發炎的東西 對於訓練後的恢復 就是把他剛訓練後的恢復 首先是有害的 就比方吃 就是除了冰膚以外 還有那個吃抗氧化劑 就是類似維他命C 維他命E 那種綜合維他命 還有那個 和梅果 就是有一些人 這個可以補充體力 然後喝那個濃縮什麼 印度黑櫻桃汁 那種 其實就是梅果類 也都他認為是長期的話 會不利於訓練後的那種進步 對對對 所以他是剛剛促進一個身體的發炎的現象 對他是覺得說要自然的讓這個發炎 就產生完全 他不能夠阻止他的發生 那這種抗氧化劑也會阻止這個發炎反應產生 對 就是有某幾種 就長期的 就某幾種的 維他命不吸的 對 可是維他命B是可以的 所以後來我都 我就特別會去豪士多 住一群 那個B群要特別挑裡面沒有CE的 就是只有B的 很多那種B群 都是裡面有很高單位的C 對 因為他就是 B多了一點 他其實還是中多的發炎 當然我是覺得好像也沒有多少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心腎實 對對對 就看了這個文章 那好那就吃 那重點是他要吃多少 才會抵銷那個訓練後的 對 因為如果是吃15 應該很難超過 是過度使用BG品材 這個我知道 因為他是針對長投選手的研究 然後他是針對那個 他們喜歡喝的那個黑櫻桃汁 酸櫻桃 對對對 酸櫻桃 酸櫻桃汁發現 有長期在喝酸櫻桃汁的表現會沒有 不會進步 就比進步比較少 對 然後所以同理可證 可能直接吃C 直接吃E也是有同樣的問題 然後我自己曾經在台北訓練的時候也是 就是那時候那個高中有那個 兵桶 有製兵肌跟浴缸 那種橘色桶子的那種 那也是 練完就跑掉了 我覺得隔天早上身體都跟新的一樣 就完全沒有痠 完全沒有疲勞感 對 很舒服 然後又可以全力壓重 就那一陣子我就覺得自己蠻強的這樣 可是好像真的沒什麼進步 就是覺得很舒服 對 就是每天練都很舒服 不會有疲勞感的 對 但是自從Long Turn來看不是一個好處 對Long Turn來看好像就沒什麼進步 可是Vayu你那樣不就 你隔天跟新的那樣不就你 可以一直有高強度刺激 回來想就彼此那個 校長一下 對 校長之下就這樣子 那另外我也可以疑問 就是 那身體發炎 可是有些嘉義科醫師 一直在提倡 就是不要讓你的身體一直發炎 應該說發炎是一個好事 它是受傳的時候說恢復的過程 然後它的看法是疼痛跟發炎有關係 所以不要讓它發炎 可是你身體需要發炎的時候 你還是不要給它發炎 你不能給它發炎 它不修復 所以為什麼內部怎麼會 就是管制時又沒有用那麼多 就是吞了就不會痛 你們就不發炎 就不發炎它的強度 組織的強度 肌肉的強度都會受限 就沒辦法 就容易在修復 我覺得你剛剛問的問題 就是還是會有不正常的發炎現象 比方說過胖 或者是你真的某些內臟肌肉的問題 有一些一直的發炎現象也是有快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需要被壓制 所以要看是什麼東西 製造的這種發炎現象 對 對 正常機制的產生 對 對啊 那就是需要去 因為他們都會說 有一種 有些時候是發炎食物 對 我就想說 對 因為剛剛有不發炎食物 我覺得發炎食物 就有點像 因為我不會因為感冒 然後支氣管發炎 然後每次感冒 我的支氣管就越來越強 我不會 所以這種 這種是需要被壓制住的發炎 至於那個喝冰水 這個 就可以再講 我跟大家分享那個 郭信聰的例子 他是喝冰水 他絕對不喝冰水 他再怎麼雷都 一個人的 0センテ